我是Irene 我在2015年到2018年 追蹤電車 記載電車一天24小時 電車跟路軌磨擦時 會產生一些聲音 還有叮叮聲 我當時覺得他在吐氣 7月30日 他就是114周年 是一個老古董 我覺得他是有靈魂的 追蹤電車 其實看你有沒有心意的號碼 譬如你追120 他不是你可以追到的 所以跟他的相遇是一個機遇 譬如說收到 譬如在哪裡見到他 我可能在另外一處等他 也要等的 在這24小時裏面 看到一些照片 你會看到光線的變化 或者是天氣的變化 下雨 也有路面的變化 突然間要收路 電車要換路軌 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電車是製造香港的 現在香港的製造物 越來越少 我覺得香港也要很珍惜 我們這一個古老的交通工具 因為我覺得這一個 如果有一所永久一點 可以做一些行常的電車展覽 這個我真的很希望會看到 你看到這一個日常的電車 卡通通工具 超高的 爛熊 我很好